嫌犯涉嫌炸房 當時他就是帶著零星被害人 來到這家事務所辦理抵押 並且將房子套養 不過最後卻放著房貸 不管讓被害人一家 不時得背上巨額債務 還被迫流離失所 據了解43歲的流姓嫌犯 三年多前成立一家資產管理公司 專門鎖定有殼足進行放款 以房屋假買賣方式騙錢騙房 這時候跟我們講說 要買賣付買回 然後這三年期間 就是會給我們簽一個租賃合約 你根本都沒有在走到這個步驟 你連銀行傾搶都沒有 到底是誰先違約的 零星被害人不宜有他 但沒想到因此沦為詐騙集團 宴中的帶賊肥羊 甚至陪上寶貴性命 但其實這一定不是流姓嫌犯 第一次下手芯片 有詐房祖師爺稱號的他 不只是天道蒙政聯會成員 過去還曾涉及多起零鼓塔詐漆 先送我幫你用衣服遮手好不好 2022年流姓嫌犯 就曾聯手地寶貴婦林副會 共組詐騙集團 逼迫一名銷信屋主抵押貸款 一千五百萬元招貸 但沒想到時隔兩年又再度重出江湖 以同樣手法繼續行騙 家產房子遭到詐騙 父親又抑鬱而終 這個家庭陷入困境 目前被害家屬 對流姓嫌犯提起告訴 希望能徹底討回公道 新喜歡傳訊瑞將進來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靜好新聞